这个我们去年就是按仗是在九月份 十月份就搭仗了 他就离家出走 把儿子也把他带跑的 我当然要带走了 你把我放在什么地位啊 我现在不带走儿子 我有什么来跟你在要求什么 离家这点出点有点过火 怎么过火了 你想想你是怎么对待我的 你这个钱上面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 你做生意 我承认你是老板 你有本事 我们也就是打工的 但是你也不能不尊重我 我我承认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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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如说我们一起在一起去旅游一下 或者在一起朋友聚餐一下 我们这种基本上没有 因为我父母那儿也不接受我 我家里面亲戚基本上都断掉这种关系 他那边家里面亲戚 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不怎么去 就难得 他工作忙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 他就在挣钱 他就是个机器 现在这儿子一走是害怕了对吧 对 你怕什么呢 说心里话呢 儿子呢也小 对不对 十九了 十九了吧 对呀 十九了可不小了 大人孩儿了 现在在羊子读大学 当时给他带呢 我呢也发现 当时呢 没有父爱了 当时没有父爱了 说说呢我有一日打电话给儿子 我说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我说吹妈妈还是早得回来吧 你现在等于是在扬州陪读孩子 你所谓的带他离家出走 是怎么个意思 是这样的 孩子呢 后来就是在扬州上那个厨师学校 我就靠在那个学校附近 就租了个房子 怎么归女儿送出去留学 儿子再上厨师学校啊 我 我知道 孩子学习成绩不太好 他自己喜欢这个 哎 这就特别好